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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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老爷子都快八十岁了 你别看八十来岁的人 身板结实 闲不住 对 一天是忙活活慢悠悠 有滋有味 对 早晨起来遛公园 把鸟笼挂在树枝上 老头在旁边练气功 一站俩终点是温丝不动 就有这么大功夫 时间长了 那鸟也练就了一身功夫 一天二十四小时 调息入境 一手丹田是一声不叫 多好的鸟啊 色料的 假鸟啊 你爸爸说了 爱护鸟类 放了真的 养个假的 这也叫保卫生态平衡 我爸爸其实就为了徒子乐 你爸爸练完工 买了一碗虫子当早点 我爸爸吃虫子 喂鱼 说清楚了 喂完鱼 你爸爸买了两包烤鱼片 这是我爸爸吃的 喂猫 你哥一块说成不成啊 这猫呱唧呱唧 吃完早点 呱唧呱唧嘴 这猫跟我一毛病 你吃饭香 猫可吃腻了 猫守着你爸爸养的那钢金鱼啊 老想弄点生猛海鲜尝尝 他不吃想吃点粤菜啊 被你爸爸急坏了 一会告诉这鱼啊 要回避矛盾 一会又劝这猫啊 要做人得仁义 你爸爸正忙着呢 你弟弟又给送来一条小狗 这不添乱吗 他说是俄罗斯的正宗的名犬 外国狗 你爸爸这回更忙了 一会热牛奶 一会切香肠 切完了香肠 热牛奶 热完了牛奶 切香肠 伺候只有半年多 你爸爸瞅这狗直纳闷 纳什么闷 我对他这么好 怎么连句谢谢也不说呀 这狗都不会说话 叫个两句也行啊 这狗都不会叫 说不叫 这狗啊 是一声不吭 叫起来一鸣惊人 八月十五的后半夜 这狗把前爪搭在窗户台上 冲着外边月亮叫会上了 他怎么叫的 这是那狼 你爸爸也纳闷 怎么叫出来这动静啊 哦 我明白了 外国人说话 跟中国人的发音位置不一样 可能狗的叫法也不懂 您呢 甭瞎对付了 他就是狼 大伙都说你爸爸是引狼入室 瞧这事做 街坊仨小伙子忙活半天 总算把这狼崽子捆上送动物园去了 半年多是白养活了 把你哥哥气得知批评你爸爸 应该批评他 爸爸 嗯 子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患不人知 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是为可知 我听着像日语 那意思就是告诉你爸爸 提高警惕 区分狼科狗 要识别假冒伪劣 哎 我们家还就是我哥哥有学问 哎你哥哥呢是自学成才 对 白天忙完了工作 到了晚上还忙着著书立说 有学问 研究经济学 对 经常忙的是连吃饭的空手都没有 是 正常的程序是呢 咬一口面包 看一眼书 喝一口水 呱唧呱唧嘴 沾一下钢笔水 写几行字 还挺复杂 忙的时间长了 嗯 程序出现了问题 看一眼面包 咬一口书 喝一口钢笔水 呱唧呱唧嘴 暖了 就这样你哥哥愣出了好几本书 都出什么书了 有论剩余价值的 有研究经济经营策略的 有技术经济大潮与新观念的 全是大学问 几年的功夫 书出版了 你哥哥又忙着去找你弟弟 找他干什么家 研究经济问题的人 他的兜里产生了经济危机 没钱花了 他想找你弟弟问问 想摆个摊卖什么才能赚钱 我弟弟在小学五年的文化 不要小瞧你弟弟 虽然只有五年文化 在生意场上可是个大忙人 对 他是一杆小乘起家 先卖虾皮小干鱼 后卖海米鲜带鱼 现在成立一个海产品 进出口公司 当了董事长了 没错 兜里有的事情 是啊 这兜里装的是美金 这兜里装的是日元 这个兜里装的是卢布 这个兜里装的是人民币 屁股兜里还有几张瑞士法郎 我弟弟身上整根一国际银行 别看有那么多钱 你弟弟有一件事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什么事啊 我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你赚的 我赚的 对 我给你钱 你给我货 我给他货 他给我钱 这么一赚 我兜里就剩钱 这钱是怎么剩的呢 这就叫剩余价值 什么价值 剩余价值 不能 自从卖海鲜 我就没剩过余 瞎琢磨 为了弄明白钱怎么来的 你弟弟开始研究理论了 都研究什么呀 买了好多经典著作 有论剩余价值的 有研究经济经营策略的 有技术经济大潮与新观念的 这些书全是我哥哥写的 你哥哥气坏了 称的直喊 你吃饱了称的 你买这些破书干什么 对 你要看上我床底下拿去 我那有六千多册的 正愁着卖不出去呢 因为他卖不出去书 所以你哥哥经济上比较困难 要说我们家呀 那是我爱人有钱 你爱人那是个演员 京剧演员 条件好 西路宽 对 生诞静默丑 文武困乱不挡 样样精通 学梅派 梅兰芳 学马派 马连良 学球派 球圣荣 学杨派 杨宝森 各个刘派都学会了 上叶总会唱去了 不是 怎么上那唱去 叶总会实践机会多呀 他们团老不演出 是 你爱人往台上一站 先给大家来了一段 梅派 梅兰芳 梅艳芳 港台歌曲呀 你爱人那打扮太漂亮了 穿什么衣服 戴了一份大耳环 就像金鱼眼睛似的 留着那个长发 就像金鱼蚁帽似的 超短裙镶着金片 就像鱼鳞似的 上面那背心就跟鱼网似的 他也不怕让猫给吃了 你爱人唱起歌来 那真是甜不啰嗦 酸了吧筋 这不大款吗 一个个都给唱晕了 还只给你爱人献花呢 还给小费呢 你爱人接过献花和小费 他那个表情你都没见过 什么样啊 谢谢 谢谢 各位小姐 各位先生 各位来宾 非常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唱 希望我的歌声 能够使各位在这里 玩得开心 玩得潇洒 玩得愉快 玩得兴奋 给点掌声好吧 我牙都倒了 你爱人有了钱了 继续拜师求教 学梅派 还学那个梅兰方啊 这回学的可是梅兰方 又学回来了 他要举办一个个人京剧演唱会 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叫适应形式 以文养文 真有心机 为了丰富自己 他开始买音响 买磁带 买资料 买唱盘 买二锅头 买二锅头干嘛呀 你爸爸要过生日了 哦对了 礼拜天是我爸爸八十岁的寿臣 那天你们家可真热闹 阁家欢聚喜气洋洋 你哥哥忙着写寿联 你嫂子忙着下厨房 你忙着摆桌子 你爱人忙着往上端菜 你弟弟一看桌子上 放着一只烧鹅 当时祭席付诗一首 就他还能付诗呢 啊 鹅鹅鹅 爸爸取静向天歌 嗯 白毛浮绿水 寿沉八十多 我兜里有的试钱 这老头真能活 这叫什么诗啊 这个 正忙着呢 就听外边有动静 谁来了 你爸爸开门一看 当时就喊上了 哎 鱼儿几个先别忙着 给我过生日 抄家 我先忙过他吧 谁呀 那狼崽子呀 他又回来了 嗨